陈兰做了一个局 表面上看似自降身价 毁了女儿清白 实则是采取下下策保全了儿女 陈兰自从罗承文远离京城 在小县城任职之后 一门心思都在三个儿女身上 他这三个孩子就是最大的靠山 罗扇远是他的小儿子 本性喜欢武刀弄枪 想当歌舞将军 但是陈兰觉得只有考取功名 才能掌握权力 能够在官场上游刃有余 为此他一直逼着 不愿意读书罗扇远熬夜苦读 他整日给罗扇远 观书考取功名的重要性 逼他上进 罗扇远又不过母亲 只能假意读书 趁着母亲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看自己喜欢的书籍 可是陈兰根本不在意他的喜好 第一次课考的时候 二房的罗宣远和罗扇远都考上了 只有罗扇远一个人落榜 罗承文对此毫不在意 可是陈兰却愤怒到了极致 即便罗扇远因为自己的落榜 感到很内疚了 陈兰还是逼他下跪认错 他对罗扇远的管控如此窒息 对于两个女儿同样也没有放过 大女儿罗扇远在他的管控下 步步小心 几乎活得没有自我 即便遇见了喜欢的人 也不敢示意 因为陈兰早就给他灌输了 必须嫁入高门的观念 在罗扇远的心里 自己的这段婚姻 必须能够有利于父兄的前途 陈兰看中了沈家的门第 可是沈家人屈颜复始 并没有看中罗家的地位 毕竟就目前看来 自从罗老太爷去世后 罗家的这些后代都不够知能 罗扇文还是靠着陈兰家的人才 调回京城 罗扇章这么多年 在职位上一直没有被提拔 对沈家而言 罗一玉不是最后的选择 即便沈家这样轻视罗府的姑娘 陈兰还是上杆子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陈兰能屈能伸 为了能够有靠山根本没有底线 罗一秀喜欢吃 身材比一般的姑娘胖 陈兰怕她这样的身材 会不被婆家喜欢 便整日督促着她减肥 每隔一段时间 陈兰就会领着人测量 罗一秀的药为 若是长了 就命令她少吃 一开始罗一秀以为母亲 担心她健康 后来发现 就是担心自己胖了 高门看不上 但是没想到 就是因为喜欢吃 罗一秀吸引了当朝公主唯一的儿子 韩赵 一 与公主服的缘分 韩赵有厌食症 讨厌吃东西 公主为她绞尽脑汁 研究了各种美食 韩赵都对此无动于衷 直到韩赵遇见罗一秀 韩赵看见罗一秀大口大口的品尝美食 自己也食欲大开 唱饮唱食 她也被罗一秀的坦诚直率吸引了 便想要想法设法地认识罗一秀 直到在赛文宴上 韩赵去罗府 看见了偷偷烤肉吃的罗一秀 才知道她就是罗府的六姑娘 韩赵看见罗一秀大口吃饭就心生欢喜 她误以为这便是喜欢 便想方设法靠近罗一秀 这时候罗一秀单纯地以为 韩赵只是喜欢跟自己分享美食 赛文宴之后 韩赵回到公主府便跟母亲说这件事 不久公主府便给罗府送去了美味的点心 是单独送给罗一秀的 陈兰得知罗一秀因为吃而吸引了 公主唯一的儿子后 开始放松对罗一秀的管制了 她尽情地让罗一秀吃 为了讨好公主和韩赵 公主得知罗府的六姑娘 能够让厌食的儿子胃口大开后 便想要主动认识一下 从小到大 自己为了能让韩赵多吃饭 可谓是想尽了办法 但是都不管用 若是真的有个姑娘 能让韩赵胃口大开 韩赵又喜欢人家的话 娶了也不错 于是公主特邀陈兰 带着罗一秀来府中做客 此时的陈兰恨不得 韩赵能够马上娶了罗一秀 这样自己能够攀附上 公主府这门亲事 在罗府也能够扬眉吐气了 公主第一次见罗一秀 的确非常喜欢 罗一秀不拘小节 吃菜的时候便吃得津津有味 韩赵也跟着吃得欢喜 公主看见孩子吃得如此 有滋有味 也没有在意罗一秀的不拘小节 公主对罗一秀很满意 可是罗一秀却不愿意嫁给韩赵 韩赵喜欢自己 只是因为看到自己吃饭 有助于他吃饭而已 罗一秀喜欢林茂 林茂陪他玩 陪他疯 懂他 尊重他 可是林茂是商骨之家的儿子 而且不愿意考试 参加了一次科举也没有公明 陈兰看不上林家 得知林茂和罗一秀走得近的时候 囚禁了罗一秀 但是林茂为了帮助罗一秀主动找到了韩赵 给韩赵配了治疗厌食的药 韩赵按照要求服用了之后 果然胃口大开 不需要看到罗一秀吃饭 自己也很有食欲 为了帮助罗一秀 韩赵主动找母亲说起了这件事情 她也不想让一秀被逼迫着嫁给自己 公主看懂了儿子的意思 因此当陈兰再次找到公主 提起韩赵和罗一秀的婚事时候 公主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 反而委婉地回绝了这件事情 陈兰知道 背后肯定是林茂和罗一秀联手 操作了这件事情 让韩赵和公主不得不改考 可是陈兰赖上了公主府 二 陈兰的段位 陈兰这么急切地希望罗一秀 快点嫁给韩赵 其实并不是她嘴中所说的 仅仅为了罗承文和罗山远的师徒 最重要的是给自己找退路 陈兰手上有人命 罗一宁一直在调查顾明兰的死因 陈兰内心还是担心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 所以她急需找一位位高权重的靠山 她想着若是罗一秀嫁给了韩赵 等到自己杀害顾明兰的事情爆发那一天 公主为了公主府的面子也汇报自己 于是她看单靠韩赵和公主不行了 便设计了一出戏 她邀请韩赵和罗一秀划船谈心 却安排人故意毁坏了船 使得罗一秀掉进水里 韩赵便不得不救人 她去救罗一秀的时候 赵妈妈便大声呼喊 招来了很多人 为的就是宣扬韩赵抱住了浑身湿漉漉的罗一秀 男女兽受不侵的朝代 罗一秀这样失身被韩赵抱着 相当于毁了一半的清白 又被这么多人目睹了 陈兰便想以此局报复公主之前的疏离 便想要利用舆论逼迫公主抚营罗一秀进门 可是没想到又被僵了一军 陈兰拿此事找到公主时候 提前和林茂创号的韩赵坚决否定是自己救了罗一秀 而是直接声明是林茂救了罗一秀 公主知道韩赵撒谎 但还是圆了过去 韩赵这么发话了 其他下人也不敢和公主府对着来 便也不敢多说什么 陈兰算计公主府的事情彻底泡汤了 她没想到罗一秀为了抗争自己 做得如此狠 陈兰的自保底牌彻底没有了 罗一宁找到了陈兰杀害顾明兰的人证物证 而罗一秀则是举报人 罗一秀不想看着母亲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着众多人指控母亲赞和囤毒 令人谋害欲中的罗一宁 陈兰此时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为了让孩子们与自己分割 一直大骂罗一秀 她知道自己与罗一秀矛盾越大 对她越好 林茂也是个不错的对象 她会对罗一秀一直好的 写在最后 陈兰最后其实为了儿女的后半生也妥协了 她没有在公堂上揭露罗成章和顾明兰的恩怨 也没有戳过罗一宁的身世 给了罗家体面 罗家也给了她体面 即便她害死了顾明兰 但是她的二个女儿 罗甫都给足了嫁妆 风风光光嫁了出去 我一定会对她的病人 我一定会对她的男生 来看她的男女儿 也有一些女儿 我们一起去第五位 我们一起去第五位 我愿意在这一位 后岸上揭露罗一带 从心里 那么多了 我便会对她的男人 我可以对她的男人 我跟女人 我又想出了 我跟女人 我都会 她的男人 我跟女人 我跟女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